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国之间也是互相威胁着 在国际上 他们很明显就不能达成一致 甚至可以说是丑人 可是他们几十年前还是很有法的呢 而且缘分更是千年前就有的 为什么他们现在变成这样呢 为什么现在不应该是友好 而是有这么大求的 在公元两千多年前 有一个国家叫做犹太王国 这里居住着许多的以色列人 但是后来 随着新巴比伦的崛起 这里最后被入侵 而且很多土地被掠走 拿不走的圣地也被烧毁了 而那些可怜的犹太人也都被抓去巴比伦当了奴隶 这件事在历史上也被称作巴比伦之囚 而这些犹太人也无奈地称为了流浪者 之后波斯人也进入了伊朗境内 建立了属于他们的波斯帝国 然后带着他们的大军直接覆灭了所谓的巴比伦王国 而且他们还放走了那些被当作奴隶的犹太人 并且让士兵送他们回家 还给他们建房子 给他们一片居住的地方 在历史上 有记载着犹太国的事情 他曾经是为尼布贾尼撒二世搞了几次事情 直到后来波斯王居鲁士 把新巴比伦的百杀撒给杀了 并且重新占领了那里 才下令放那些犹太人回去重建圣地 这也让原来的奸下囚们可以被解放 回到他们的家中 安心建国了 后来 犹太人分几次回道爷 路撒冷 不仅如此 波斯的领袖居鲁士 还把很多收集到的宝物还回了圣地 那些犹太人真的十分感动 在他们眼底 波斯人完全就是他们的大恩人 所以对他们很崇敬 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故乡 犹太人当然开始了他们的重建 而且还有了四百多年的一段统治 这都是波斯的功劳 如果没有波斯的话 以后也就没有所谓的以色列 而伊朗人就是当时波斯人的后代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 他们应该是非常亲近的两个国家 但是后来 波斯和犹太国都遭到了其他民族的入侵和偶打 使得他们先后的都被灭掉 在此期间政权也是十分的混乱 因为先前的纠葛 这两个国家相处的还是比较和谐的 我们甚至可以用亲密来说他们的 尽管他们两个国家都没达成同盟关系 可是他们被很多当时的国家认为是同盟国了 而且他们的关系看起来真的很好 直到建国之后 为了把那些流失的犹太人转到以色列 伊朗就变成他们的转送地 而且是免费的 负责帮他们把犹太人送回去 两年后 伊朗还承认了以色列的地位 但是因为受到国内许多博首派的不满和反对 他们没有和以色列建交 五十年代这两个国家都迅速发展起来 可是因为宗教冲突的原因 这个两个国家只能维持在表面关系 没有真正的联系到一起 后来这也成了两国的基本模式 到了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 还有许多不安全的环境限制着犹太人 使得犹太人的生活并不是很好 不过伊朗那个时候一直在支持着他们 希望他们能过得很好 可是这种福利持续没多久 随着后来巴列维被流放了之后 他们这两个国家就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矛盾渐渐体现出来 而且还是恶交在和武器的问题上 伊朗当然不满意了 他们的总统可是一直对美国有意见的 加上美国支持的是以色列 所以后来的一段时间 他们之间的不满也是越来越深 火药味是很足的 如果最后这两个国家真的打起来的话 到底谁能赢 还真不好说 令人可惜的是 这两个关系很好的国家 受到国内外的限制 没能绑定在一起 后来还变成这么差 不管从哪方面看 都是很无奈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哦 黄一